还有这个真主党呢 你看到这个以色列试图靠近 黎巴嫩南部边境地区 遭到了剧烈爆炸 好像这个圈套不止一个 埋伏不止一个 庶民以色列这个军人死亡 那他使用的是火箭弹齐发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马克宏 跟这个纳坦亚胡两个人互撕 马克宏呼吁 停止供应以色列武器 这个纳坦亚胡气炸了 他痛骂这个 马克宏可耻 然后呢法国总统府又缓加 说纳坦亚胡反应过度 这好像这个脱离了 这个发语之间的友谊 那双方在这个昨天 又通了一个电话 那在电话当中呢 双方互有解释 既然是通了电话嘛 就讲得比较客气 主要是这个美选 马上要投票了 贺锦丽态度也非常值得万位 接受了CBS节目的专访 记者问他 纳坦亚胡是不是 真正的亲密盟友 贺锦丽回避也 所以从这一连串的讯息 丽将军看到了什么 第一个我看到了 以色列如果自己 这次太嚣张的话 会不会招来灭国之殃 这个为什么我这样讲呢 他现在我们都知道 他这个 第一个就战场上面状况来讲的话 他确实是已经 面临七线作战 可是我觉得他可能是 还要再加一线八线 第八线他自己 国内民众的抗议 然后在之前 对不对 有七十万的民众上街头 抗议他这个人子没有救回来 那其实在上个礼拜 他们也在抗议 说这个民众来讲 那人数是比较少一点 但是也有数千人 就是说他们认为说是 加插那边应该要停战 那军方立场来讲的话 哈勒韦他们的国防部长 跟参谋总统长 在我们军人眼光里面 你不能同时期限开战 你期限开战来讲的话 你一定来讲的话 这个贝多利分 一定没有办法在某一线里面 你只要有一线被攻破来讲的话 你可能就会 状况来讲就会很惨 这是第一个 我认为说现在来讲 他面临整个军事 正式开战就七线 再加上他自己 国内民意的反弹 所以我认为说是 纳坦雅胡现在面临八线 那国际来讲的话 更是如此 我们看到 我们回忆一下 在联合国那次的表决大会里面 这个嚣张到什么程度 这以色列的联合国代表 他把联合国宪章 用中国制的碎纸机把它碎掉了 那时候就引起全球的一个公愤 那不管是马克宏 虽然说是 他们通了电话以后又表态 马克宏原来是说 呼吁说是停止 这个军援 以色列 因为基于人道立场 他认为说我军援武器给你 你就可能继续再打下去 那我要停止军援 但是为纳坦雅胡这么一骂 那法国总统马克宏 我觉得真的是很可耻 他居然就收回去了 他说我们会继续援助 这个 对对对 在电话中非常的客气 那你看贺锦丽讲这一话 贺锦丽现在因为在选举期间 他知道如果这时候 我在这个表态支持以色列 会不会引起更多民众 因为你现在已经不只是一个 国际地缘战略的问题 已经升级到人道的问题了 以色列现在打法 已经升级到人道问题 再加他手 然后你打了 你杀了四万多个民众来讲 你是不是面临一个这种 就是人道谴责的一个问题了 而不是很单纯你自己生存的问题 如果你今天你要生存 我们都还可以接受 可是你今天你这样滥杀无辜 我们觉得说是 在这个普世架子上面来讲 没办法接受 另外我讲军事方面 当然这个马克宏的反应 主要是我们看到 黎巴尼以前是法国殖民地 所以他还是有一些 这方面的一些看法 但是这个纳坦雅胡的反应 非常的激烈 那我要问一下 李将军比较专业的一些 军事上的议题 第一个包括了 以色列的拦截系统很强 但是像这种炸弹与火箭与 是拦不住的 因为以色列来讲的话 我们都知道 它最有名叫铁穹系统 但是我特别要说明铁穹系统 它是拦截低空的火箭炮 是非常有效 但对于高空的导弹 它拦截效果不好 那以色列自己负责拦截高空的 它叫舰二跟舰三 类似爱国者的二号 跟爱国者三型的飞弹系统一样 你必须要这种来拦截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这个以珍珠党来讲的话 我们都知道 其实它威力最大 我研究过它的 它有些短程的 大概十公里来讲 还打不到海法 可是海法距离 它的边境接触线 概略是25公里左右 刚好是在它的 这个数量最多的卡丘莎火箭炮 虽然说很老旧 我对这个地方来四十公里 是在它射程之内 但是还要打 特拉维夫大概还打不到 这是第二个 第二个来讲 我觉得这次来讲 你看这个 我那时候就说嘛 你一定地空整体作战 你才有可能发动地面作战 那离伊巴伦跟以色列的边境 是属于一种丘陵地形 地形是非常复杂的 你光靠步兵地面部队进去 如果说你没有空军掩护来讲的话 你部队很容易被遭受到伏击 那它现在果然就遭到很几次的 很严重的伏击退出来 那从它退出来 我们代表一件事情 那这次它空军真的是被打了 所以它才没有空军去支援 因为到现在已经五天了 我们没有看到 这地面这边来讲 有任何空军支援地面部队作战 如果说没有空军在地面 掩护地面部队来讲 地面部队来讲就硬碰硬 那离巴伦这个 珍珠党在这个地方来讲 它经营了18年 2006年开始经营到现在 它是不是已经构筑了很多地道 或者是地面据点的公司 或涉及了很多伏击区 你以色列如果说没有空军 你贸然的陆军推进去 很可能就被打出来 那我也特别要认为 我认为说这次 这个伊朗来讲的话 它也经过一个精心策划 你看它空袭是什么时候开始打的 它是你地面部队进去以后 我再开始打 你部队 我们军队作战 你部队推进去以后 你要再撤回来 其实不是你想象中那么容易 所以我们去交游 今天碰到下雨了 我们就取消我们今天教育活动 我们就回来 其实不是那么容易 你部队进去以后 你要撤退 撤退比攻击的大战还难 我觉得另外这两个国家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表示什么 他们现在都已经互相踏过红线 其实他们还有一个默契 就是说我们不要打 居民区我们不要打 我们是打军事的地区来讲 不要对民众造成 一些无辜的民众造成伤害 因为那个仇恨会越来越深 但是你看现在来讲的话 它攻击黎巴嫩的首都 那郑处长现在也打你海法市区 就是互相已经都互相踏过红线了 互相对对方的居民区来打仗 所以我觉得这场战争来讲的话 那以色列当然没办法接受 它现在地面作战又推进状况 我不敢说它是战败了 但最起码进展失利 没有办法达到 它预计要将郑处长推到 我讲的台里尼河 就是推进往北边推进40公里 它如果达不到这个战略目标来讲的话 那后续我觉得纳亚湖 可能要面临国内的压力会更大 国内还有这个国际上 大概七线作战八线作战 压力真是山大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Nico